继这个月8号和13号 奈良县警方第三次前往 山上彻野家中搜索 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晋三 遇袭身亡案情慢慢水落石出 原来犯案前一天 山上彻野曾在宗教团体建筑外试枪 日本警方从现场残留的弹壳研判 山上就是拿着这把枪 对着安倍开枪 日本是为教育的ATM吗 对 是的ATM 日本律师用提款机来形容 日本跟统一教的关系 原来过去统一教强迫信徒捐款 争议不断 山上的母亲也被亲哥哥起底 从1991年入会就立刻捐2000万日元 后来又捐3000万 三年后再捐1000万 这部分都是以山上彻野爸爸的保险金为主 然后卖掉山上爸爸不动产公司土地 得手2000万 以及卖掉自家建筑土地2000万 这些全都捐掉30年来 合计捐了大约1亿日元 相当惊人 日本人巨额捐款给统一教的例子层出不穷 但教会主席始终坚称 这些捐献都是信徒自愿的 只是教会声称山上彻野的母亲是在1998年才入教 跟山上舅舅的说法出现落差 目前统一教室由创办人文显明的妻子韩赫子担任领袖 但他跟儿子派系不合 过去双方信徒大打出手 实有所闻 这次安倍遇袭凶手的行凶动机跟教团有关 也让日本政治跟统一教常年的密切关系 慢慢浮上台面 TV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